大陸国台办主任宋涛24号在北京与澎湖议会访问团会见 外界关心被陆方扣留超过110天的大金满船长 何时能回家 宋涛主任他说他会依法依规尽快的 然后交警下面的福建省的部分尽快处理 未来的时间应该是可以专案的办理这个部分 我想应该可以很快的就可以回到澎湖去了 陈船权乐观预估红系船长最快在10月底或11月能回到澎湖 这次由澎湖民间人士出动营救大金满船长 这是因为两岸关系冷嗖嗖 陆维以及海基两会都没有失利点 只好由民间出面 很多在处理两岸的事情的时候 常常会有很多民间热心人士 那这些热心人士呢 去进行的这些沟通跟协助 我觉得和这个官方的这个管道 其实并不冲突 他也希望我们回去要努力 跟我们台湾当局可以去反应 让台湾很多人要来 是不是我们台湾也可以同意让他们过来 除了关心大金满一案 泡沪团也表达希望能跟上金门马祖脚步 开放路客来观光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